今天有講過我們主委推口說藝術 事實上是加上一個世代 但是其實是一個浪潮 從教育部開始 因為傳承有斷層 所以從世代開始 然後提摸來探用 可以把這個客家化傳承來掌握 基本藝術的口說藝術 既然藝術一定是有一個美 那個美的重點要在哪裡抓得住 事實上國際要點的時候 他就已經告訴我們了 有四點 第一點 女友占百分之三十 他都會信仗 告人贏 自投人贏 以下女友的實踐 就是要注意到 剛剛我們教授講的 世代 你如果沒有世代的 姐妹的 那就是不理解 各位 要有一個客家穩發 穩發是十一住行育樂 同工廷包括 各位 最後有教化的意義 那以後那個 剛剛教授說 同地都會新創的 如果我寫不動 只好自己寫 那腳本的部分 格式的部分 事實上和一般的戲劇 又稍微有點簡單 但是要怎麼寫 事實上呢 我接著我們的新傳師 看哪一天再來一個研究 就是考書藝術的腳本要怎麼寫 那個內容百分之三十的部分 是按講的了 接著發音的部分 因為我們這一場 重點是視線 雖然是有難視線 但一點點的 留著那個戲演員說 太不條難的了 但是我還以耳朵來聽 若是線長的發音的不清楚 你就吃虧 就線人說話 不然你越來越來越說 我們生母的部分 牙齒 嘴唇 鼻音和發音都轉了 各位 來 踢閃掉 就是細事技巧 你了解什麼叫細事技巧嗎 都很抽象吧 其實就是剛剛 我們教授講的 要逗趣 要賣觀字 就是細技化 細技化就是多變化 讓人家覺得 哎呦 按好色喔 其實就是贏得我們觀眾的讚賞 這叫做細事技巧 這個細事技巧 一開始寫的腳本的時候 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從中間就逐漸 一定是在練習的時候 在那裡跟揣摩都要修正 然後你整個腳本才會完成 然後第四點 儀態 儀態只剩下 因為一百分之剩下十分 但是呢 其實儀態會做到時間 這樣就擋充憂了 那重點部分其實是 你用三人的互動 沒有一次要互動而已 一三人公安時間 另外一個人呆呆了 這個互動有問題 還有你不能兩個人講 沒有看這個觀眾 沒有看這個評審 這互動有問題 我講的那四點 如果你都覺得說OK OK 那你就是第一名 不好意思 我有點吹毛秋實 不過 每次都我很驕傲 因為你給我一個人 謝謝你 跟Kell說 你算了 對我選到暗號 愛到驕傲 謝謝